凡人二重唱也要开演唱会了 记者会场上星光三脉的同学 不但大胆为老师评分 还送上了游泳裤 请两位重量级的音乐人 要好好健身 练练体能 十七年前凡人二重唱第一张专节 陈明曲《杜鹃鸟的黄昏》 仿佛又让人回到了民歌时代 莫凡汉原为人要开演唱会 星光三班派出代表祝贺 还不忘给两位老师来个评分 请给分 六分 那个合音好棒 果然是不同反省 黄金呢当场用凡字来个成语 逗得两位老师心花怒放 而为了表达对老师最崇高的敬意 三位同学也现场秀了一对 小胖老师写的歌 我试着勇敢一点 你却不在我身边 你的决定和抱歉 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早知道是这样 如梦一场 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 让你去风 让你去狂 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国人是青出一来 看到学生表现如此出色 小胖太远程很有压力 我压力很大 因为这个比赛也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然后这个同时间 我又必须要求他们的同事 要要求自己 其实我 我其实心理压力真的蛮大 然后 不过同学们也很贴心 知道老师要开演唱会 后面都捡了十公斤 小胖当然也不能输人 特地送了一台自行车 和十二公斤重的哑铃 再加上两条豹纹的泳裤 希望老师好好练练生气 好别扭哦 我看 我们来比一下比一下 不会广秀回广秀 三人重唱也希望歌迷朋友 能够来看九月六号的演唱会 重温单纯的民歌年代